新的假面骑士已经开播第一集 也就代表上一部假面骑士刚完结 那对于最后的收尾 礼拜十有做好吗? 大家好我是米干 对于ACG话题以及作品的评论与推荐 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使用 超级感谢支持一下 也欢迎加入已经开启的频道会员 Carmen Rider礼拜十最终回已经结束一个礼拜 新骑士也出了 在这一个礼拜间也可以听到很多评价 除了对于Carmen Rider礼拜十整篇的评论以外 就是对于最终回的不满声让以及认为烂威 当然也是有人喜欢 相信很多人在看最终回的时候 除了感动的情绪以外大多都是感到别扭 尴尬想要跳过的感觉居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先从最终回的前因后果开始说起吧 恶魔组织与始祖恶魔的事件结束之后 博士暴走被安抚下来之后 Dicky因为最后的变身将家人的记忆全都忘光 最后虽然继续跟家人相处但因为没有记忆 所以就如同和陌生人生活一样 因为尴尬而与拜十搬离出来过新婚生活 然而在相处过程中拜十发现 Dicky在将家人记忆都忘光后契约没有解除 是因为Dicky对于家人的记忆还有残留 也就是拜十对于Dicky来说也是家人 所以必须要将拜十的记忆也忘掉才能完成契约 于是与众人沟通好演一出戏 能与Dicky打一架 让Dicky变身就能忘记拜十完成契约 于是就来到最终回的战斗 一开始就是两人双双打到解除变身 Dicky也发现在旁边偷看的蛇蛇肉馅的尾巴 以及发掘拜十的计划 于是两人在互相了解的情况下再次变身 机长时也跳出过去回忆的画面 最后就是如同洗脑一般的打斗 以及众人在旁边围观 最后拜十耗尽力量消失 Dicky与拜十道别后 恢复记忆但忘了拜十 接着就是所有人的后日坛 伍斯兰一家回到原本的日常生活 Deadman's除了绿色混蛋以外都在做劳动活 绿色混蛋待在牢里可能与博士有协议 Phoenix消灭之后 Dicky重组了组织 Blue Battle 带出下一部CAMEN RIDER 到这边结束 听起来很正常对吧 但最后一集可以说是 集Revice所有缺点于一身 因为前期许多设定被改动的感觉很大 而让后面的解释出现严重BUG 再来角色成长曲线诡异以及台词问题 会让人对于角色说出来的话表示 你到底在说什么 举例来说 在看到Iki与拜十洗脑的时候 伍斯兰一家的弟弟和爸爸 一个说恶魔不消失就不会成长 一个说能和另一个自己 痛快的打一架真羡慕 欸不是 前面发生的剧情你们全忘了 戴吉的成长都是建立在他的恶魔出现体点后 爸爸一直避战到最后 不是先痛快打一架了吗 还是说那一战不痛快 而且他们一家人的成长都与恶魔有关 所以那些对话只会让人满头问号 再来就是Iki与拜十的战斗 BGM根本放错风格啊 Iki发现拜十的目的后 放出OP就很怪 这时不应该放三情曲吗 后面打架放的曲风也怪怪的 但两人的打架风格比起开心玩闹 更多的是尴尬 两人的互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对话 这边说的有意义并不是说什么重要台词 而是就如同之前的兄弟打架一样 就连互相要传达什么感情都感受不到 一旁的观众虽然能懂要营造当下气氛 但不知为何就感觉很突兀 虽然确实有煽情效果 但又会中断情绪 尤其接着那莫名其妙的台词 因此这段打戏既没有精彩的战斗编排 情绪渲染也有时常被打断的情况 对某些人的感受只会觉得是脑具 再来就是恶魔契约的问题 为什么只有Iki与Bice有这种契约 其他人没有 并且契约内容究竟是 忘记哪种记忆 这一点一直都含糊不清 前面说是重要的记忆 但这里变成家人的记忆 那前面足球的部分跟家人有关吗 还是忘记不甘契约的事 而且为何忘记所有家人的记忆等于完成契约 为何完成契约等于契约废除 记忆就会回来 为何同样被当作家人的拜死记忆没回来 就因为他是契约方吗 然后是解除变身就会消失记忆的部分 明明说是最后一次变身 但中途为了三情对话 两人打到解除变身过 那这个变身就不算了吗 不是说变身会消失记忆 不是说最后一次吗 还是说要自己解除才算 但又不合理 可以明显感受到很多设定都一直在改 很多东西都会被遗忘的感觉 人物的表现上又都有着诡异感 虽然是感人的最终回 但却又让人觉得这是三小闹剧 最终回搞分离 搞感伤这也不是第一次 但礼拜十最终回的问题 并不是只有最终回 他并不是单纯收尾不好 还是烂尾 应该说如果在正常状况下 这个收尾很棒 但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整部剧大大小小的问题全在这集显现 剧情bug诡异台词 人物受造问题 以及情节气氛与节奏掌控很差 全部最后一集通通现行 这就是为何最后一集会让许多人觉得不好 甚至不知道看了什么的原因 之后会再做一集礼拜十的总体点评 来谈谈礼拜十整部究竟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支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分享 订阅以及加入频道会员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议以及讨论 那么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好